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内阁。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内阁一书章节,25个部委及内阁成员。 关注教育部,袁贵人连任如坐针毡。 从1978年至2001年,袁贵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院教,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及校长。 在此期间,还担任过北京市市长助理兼市教为主任。 2001年至2009年初,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袁贵人自2009年10月接任教育部长一时,便开始操刀教改。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实施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教育科学发展。 然而,中国教育界已击毙许久。 硬式教育暴露层层弊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大学腐败,抄袭,乱收费,改革建在弦上。 但袁贵人担任教育期间却没有座位,年年两会期间遭到代表们的炮轰。 不过,63岁的袁贵人还是有惊无险地获得了连任,又成为李克强内阁的成员。 但他却如坐针毡,甚至有人指责中国教育界全面腐败。 袁贵人断送了国家的未来。 这也是他在人大会议任命投票时得到135张反对票,33张弃权票的原因。 接替周济出任教育部部长。 2009年10月31日,63岁的周济结束了未期六年的中国教育部部长任期。 接替他的是此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人。 当天下午,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 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人为教育部部长。 袁贵人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教育领域。 从19岁起,他就在家乡安徽省顾振县县担任中学教师。 1978年,袁贵人考取北京师范大学者学系,六年后取得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此后历任该校社科处处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 2001年,袁贵人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 自称一辈子都在和教育打交道的周济, 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 毕业于清华大学, 1980年赴美留学或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1984年学成回国后, 周济进入华中理工大学任教, 13年后出任该校校长, 随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至2002年, 他先后担任湖北省委常委、 省科技厅厅长、 武汉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市长等职。 2002年, 周济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 一年接替陈智立出任教育部部长。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 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得以实现, 高等教育也完成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 不过, 教育领域仍有许多累积多年的完整, 亟待医治。 摆在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人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 19岁, 当上中学老师。 袁贵人曾在安徽顾镇担任多年教师。 他以前在家时, 就非常优秀。 袁贵人当年任教的顾镇县王庄中学校长高正生说, 2009年3月, 袁贵人回乡祭祖, 并看望了王庄中学的老校长张德文。 袁贵人部长, 就是我们学校学生! 顾镇县王庄中学的高正生校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 激动地说, 他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高校长告诉记者, 1962年, 袁贵人进入王庄中学, 1965年初中毕业后, 顺利考入顾镇县中学读高中。 1968年高中毕业后, 他回到王庄务农。 当时他的成绩就非常优秀, 考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由于当时的环境, 他莫能上大学。 我们学校, 老师都知道他, 他不仅是我们校友, 还曾是我们学校的一名优秀老师。 高校长说, 1969年, 时任学校领导找到年仅19岁的袁贵人, 希望他回到学校任教。 很快, 袁贵人接受邀请, 回到学校后担任中学教师, 就教授宇文克。 1971年, 他被推荐到顾镇县中等师范专科学校读书, 学成后, 又回到王庄中学教书, 不过从初中老师, 变成了高中老师, 仍然教语文。 直到1978年, 袁贵人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这才离开了王庄中学。 他的很多学生, 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 和他年龄差不多。 高校长透露说, 袁贵人在学校教书时, 非常优秀, 曾荣获过安徽省优秀教师称号。 我们学校有他的老师, 也有他的同事, 经常提起他, 对他教书育人方面都非常认可。 我也是看新闻才得知, 三叔当了教育不长。 袁贵人在武河县快南镇上班的侄子袁军说, 自己的父亲是老大, 袁贵人在家排行老三。 三叔工作比较忙, 一般也就在清明节回来。 他说, 三叔最近一次回家, 就是在2009年的清明节, 给父母长辈扫墓。 我们很少去北京看三叔, 知道他工作忙。 袁军说, 得知袁贵人荡上教育部部长后, 他的很多朋友让他给三叔打电话, 发短信问候一下, 我不想打, 现在他太忙了, 不能打扰他。 袁军说, 袁贵人每次回老家, 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非常热闹。 献了村里长辈的, 他都拉着人家手, 喊叔叔大爷喊得很亲热, 和大家聊得非常开心, 一点关架子都没有。 他说, 乡亲们包括我们亲戚, 都没有把他当成个官, 就是把他当成家里人。 我们现在生活好了, 不缺吃不缺穿, 也莫啥要求, 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用他的关系, 为自己谋利益。 很是关心家乡安徽的教育发展, 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 袁贵人走上了教育之路。 在北京师范大学主页上, 袁贵人学长容认教育部部长, 被放在头条位置, 成为该校学生关注的焦点。 据文章透露, 1982年本科毕业后, 袁贵人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年提前毕业后, 留校任教。 他为人谦和, 敢于探索, 置学严谨。 时至今日,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很多老师对他印象深刻。 他在工作上, 高目标, 大视角, 坚持科学态度, 在研究视角上, 也始终处在教位前沿的位置。 官方媒体据介绍,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 袁贵人一直致力于人学研究。 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 人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起来, 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袁贵人比较低调。 前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 未了公开, 一书里说, 袁贵人很少出席新闻发布会。 谈记对袁贵人的印象, 王旭明在书中用的是温文尔雅, 充满书卷气, 甚至言谈都有些慢条思理的字眼。 其实, 袁部长一直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 做了很多指导, 也给了很多支持。 一位教育界人士, 正模评价袁贵人与安徽教育的关系。 据介绍, 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 袁贵人曾多次来到安徽高校进行视察。 2005年7月16日, 袁贵人来到安徽理工大学。 他说, 学校在思考未来发展规划时, 充分把握能源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促进学校发展。 学校的两个博士点学科, 安全工程与技术, 环境工程都与煤炭行业发展有关, 有很大优势, 应该在这方面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要把煤炭行业的学科作为优势学科来发展。 2006年6月11日, 时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的袁贵人, 视察安庆师范学院。 他说, 安徽的教育, 安庆师院是做了贡献的。 从历史上来看, 安庆师院是安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 安庆师范学院立足安庆, 立足安徽, 立足于师范教育, 突出文科, 发展工科, 文理渗透。 这个办学的思路, 目标的定位是很准确的。 2008年3月13日, 袁贵人在安徽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 对该校表示祝贺。 称该校建校80年来, 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国家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该校秉承师范特色, 大力推进老师教育创新,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在安徽网友看来, 袁贵人关心家乡的教育发展是应该的和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 最清楚安徽教育界的现状。 深安教育体制弊端。 据《料望东方周刊》报道, 袁贵人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当天, 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发问, 为师摸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 不出杰出人才。 要培养如前学生一样, 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 走马上任的袁部长, 必须如他自己所言, 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 为人正派, 连结自律。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这样评价袁贵人。 新部长任命仅三天, 人民网教育部部长袁贵人专题点击率高达十万次。 网友的留言, 建议达六百多条。 中学教师, 人学学者, 大学校长, 教育部部长, 袁贵人的这四重身份, 吸引着人们探究的目光, 他将如何展开教育治理思路。 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清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哲学系原系主任周桂殿, 对曾经共事多年的袁贵人评价颇高, 他正派, 聪明, 做事逻辑清楚, 有板有眼。 网友认为, 袁贵人曾任中学教师的经历难能可贵。 而这位昔日的中学教师, 如今的教育部部长也确实如网友所愿, 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病造料如指掌。 2007年, 在谈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时,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人, 曾这样概括, 穷国半大教育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 教育投入依然严重不足, 与教育事业应适当超前发展之间的矛盾, 优质教育资源匮乏, 学校之间的差距大与广大群众, 期盼教育公平, 接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 义务教育发展现状, 与广大学生家长, 为子女接受教育的选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必须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加快教育发展中逐步解决。 此前一年, 袁贵人在出席《教育家成长从书》出版座谈会上说, 择校其实是择教师, 择好教师突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 在于建设德财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发展高质量的教育。 他曾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指出,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 有效解决择校问题、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切实实现教育的起点公平。 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 我们可以多用几把尺子来衡量, 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好的学校, 就会多一批好的教师,多一批好的学生。 他说, 人学研究学者之一, 复旦大学,一位熟悉袁贵人的教授认为, 袁贵人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他曾被称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面旗帜之一, 还是中国价值理论和最早在我国开展人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这位教授认为, 袁贵人对于扶植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 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贵人曾在很多场合强调, 要创新人文社会科学, 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人文社会科学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加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的力度。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 未了公开, 艺术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 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他会把自己读《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的感想与评点送给新闻办参考, 还会赠书给部下, 鼓励多研究些问题, 多深入思考些问题。 袁贵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 就是通过研究、 思考破解了很多老大男问题。 比如, 他曾用四个小时详解教师职称、 评定标准、 程序。 在这之前, 他收集了全国多所高校的职称评定方案, 取各家所长。 方案公布之前, 他还召集老教授、 中青年教师开座谈会, 听取意见。 以前教师职称评定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程序不公开, 标准不具体。 袁贵人的方案实施后, 做系主任省心不少, 能否凭上教师自己对照一下标准就知道了。 早在2000年, 袁贵人就在北师大建立了面向全校师生的科研津贴制度。 当年, 北师大拿出2700万元, 用于提高教师收入。 津贴数额与教师的工作量, 承担的科研项目量, 发表的科研成果论文和获得的科研奖励, 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率, 直接挂钩。 袁贵人认为, 有一流的学科带头人, 才有一流的学科。 有一流的学科, 才有高水平的大学。 为此, 在1999年, 北京师范大学创造优越条件, 引进三位院士。 袁贵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二十余年间,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思考颇多。 他曾撰文畅见现代大学制度,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大学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 他认为,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基础在大学, 关键在政府。 政府要鼓励, 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 而不是助长大学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免费午餐。 没有基壁爆发, 他都发出声音。 刚接任教育部长时, 摆在袁贵人面前的中国教育, 常遭舆论诟病, 素质教育难以落实, 教育公平欠缺, 学术造假案评出, 高校腐败率有曝光。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没有基壁爆发, 袁贵人都会发出声音。 2002年,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反思刘海洋商雄事件, 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大学。 他希望通过此事把素质教育向前推进, 使我们的孩子真正成为健康的人。 在2004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 袁贵人指出, 考试管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 非狠抓不可的时候了。 他强调, 要切实遏制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 绝不允许搞考场腐败。 同一年, 他还表态, 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既要靠完善学术激励机制, 还要靠建立健全学术惩戒机制。 为此, 要尽早拿出, 关于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意见, 作为各地各校, 处罚学术师范的基本依据。 2009年10月, 武汉大学腐败案发生后, 他在教育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上表示, 直属高校教育基建领域反腐畅联, 任重道远。 有专家指出, 依靠教育部部长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径。 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 应该是理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 也就是办学体制问题。 教育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放权负权, 管理平衡的问题。 2000年元贵人提出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既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又要有强有力的大学, 表达了同样的改革思路。 但专家指出, 政府部门单一主导, 很难全面反映民意, 体现各方利益的博弈, 摆脱不了基本利益的纠缠。 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之一。